我觉得跟男生在一起的恋爱史 我就是个渣女 那跟女生呢 嗯 好像也蛮渣的 那你怎么决定要在一起 我真的很虚弱耶 我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应该在一起 就在一起这样子 渣 哈啰 欢迎大家来到兔明朗的频道 我是兔兔 狼 嘿嘿 这什么吴宗仙是 小生 PPL 不为人知的恋爱史 你们以为PPL 都真的只有跟女生在一起过吗 NO 想必我们来到恋爱史 应该就是挺 挺是丰富的吧 你啦 据我所知我觉得你超丰富 我没有 哪比上姐啊拜托 没有你胜在量多 我先自己讲 我自我认知的性向是双性恋 就是我基本上只喜欢两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男生 第二个就是 LESBIAN的女生 女生 一女的女生 我也可以 还有外表条件的女生 我觉得我也是双 但是我条件比较松一点 我拉掉就是 女生部分的外表 就是 生理性别女生 心理认同女生 等你都OK 这样子 我那时候是啦 你们知道其实 那个PPL有一个 我知道的迷思 就是很多PPL 是没有办法跟T在一起的 所以我可能是PPL 的一类 的外表 我太以为要这样 所以那有时候 你跟T在一起过了哦 对啊 就先总结一下 你就是跟就是 女生 女生 这一种的女生 对 还有男生 对 就很简单吗 对 好 我就是比你多了一个T的类型而已 OK OK 好 在这个之前 我还要再问 所以你的菜是什么啊 男生的部分的话 对 我男生比较会调外表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会被吸引到的 他一定要长得够帅 我的帅好像蛮符合大众的标准 就是 我觉得帅的大部分人 也会觉得帅的那一种 那你现在线上艺人 你有拿几个就觉得 哦 这个 哦 最近看华丹出场 我觉得霍建华很帅啊 那种浓眉大眼挺鼻的那种类型 就是他长得其实比较奶 可是他散发出来的气质 其实不奶啊 对对对 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还好 我就是比较shallow一点 我们就是看外表 然后你如果要说气质 气质我很难跟你说 但是他必须要对女生 气质其实蛮广的这样子 他没有什么什么气质 你在乎的行为跟外表 我其实比较在乎 对 就是要对女生 比较体贴 好 那女生的部分的才是 我就会拉掉外表了 不是我不像你 你虽然表面上说不在意外表 但是呢 要跨过就是 友谊的那个坎 所以我长得很丑吗 没有啊 我没有说你长得很丑啊 我只是说我不会特别 就是 脸不行 或者是外在不行就把你删掉 不然的话你的身高 都会被我删掉了 我只是想表达 女生的话我觉得就很 注重内涵的部分 像你就是非常有内涵的 要内涵要怎样才会觉得好 比如说很会弹吉他很会唱歌 你两个都有耶 去死啦 烦死人了 来你挑男生条件是什么 我喜欢的好像也都奶奶的 但是外表上都也是浓眉大眼 挺逼 所以我们两个状态 对可是 氛围好像没撞到 然后那个有神秘感一点的男生也还不错 你哪一人有神秘感 呃 好像都没有 那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耶 对大概就这样了 没有特别的 没有我觉得你 你忽略掉很多讯息 你要挑的人 是不是有个条件是他要先喜欢你 对 不管 这是不管男生跟女生 我会觉得你要先喜欢我 哦 所以你众多的男友们都是因为人家先喜欢你 然后你就决定 或者也有可能是慢慢就是互相这样培养 那你怎么决定要在一起 我真的很虚弱耶 我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应该在一起就在一起 这样子 渣 有有一点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有多渣 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跟男生在一起的恋爱时 我就是个渣女 那个女生呢 嗯 好像也蛮渣的 那你女生的菜是什么 我以为长得漂亮不重要 但好像很重要 而且后来是我帮你发现 对 就是 例如说以前开学的时候 宣誓来开学 你就会忍不住 就是 赶快先靠近那个漂亮女生 你不会这样吗 不会 我赶快去跟漂亮女生做朋友啊 我刚才有一句很自恋话 压在心里 我没有讲出来 是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什么 你开学 难道不会找漂亮女生当朋友吗 你要说 因为我就是那个漂亮的女生 I know 所以你喜欢女生除了外表之外 有其他内在条件吗 就是他也不能让我觉得是个花瓶 所谓花瓶就是 他每天只在乎自己漂不漂亮 然后其他的东西 都没有感觉 不能说不在乎 而是就是对其他事物 没有感觉的 没有灵魂的话 我觉得不行 我们来通算一下 你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总共有几个 我男生很多个 我已经有点忘记数字了 我们好像曾经在以前 不知道哪个影片里面有分享过 就是 那渣的有几个 对不起 我有问错 不渣的有几个 不渣的可能就你一个吧 男女通算只有我一个 真的很渣 我教过男生超级多 可能有十个哦 这只是男生哦 但是很多都很短暂 什么 什么交往三天的也有啦 一个礼拜的也有 最长的是 八个月 就是我前男友 就他他已经是 我历史中最长 而且他还自己说 恭喜你成为我 就是交往对象中 里面交往最短的人 但是很庆幸 我今天认识你交往对象里面 交往时间最长的那一个 这是好悲伤的一段 对啊 好多一段话哦 他跟我说过这句话 你知道吗 好悲伤哦 对 我是他里面最短 他说他以前就交往都是两三年 一个都是两三年 我也是 现在觉得越怕越害怕 我手现在是这样子 然后女生 你之前我交往过一个 那你咧 我把女生这样讲好 因为有一些是 我真的我觉得T有时候是 是以为 就是要交女朋友要变T 就像我以为 你说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的T 对 我们这个年代 听起来有点老 但是其实我也有点 陷入这个loop里面 我会有点觉得说 好像跟女生在一起 就是要跟T在一起 第一个女朋友 其实就是T 因为我觉得 就是好像这样 就是跟女生在一起 我交往的T 他们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女生 而且认同自己是女生 这件事情 那你后面 为什么会就是喜欢PPL 我觉得女生 打扮起来很正 你知道我也是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打开一个开关 为什么一定要跟 就是T 或是什么 对 在一起才叫跟女生在一起呢 对 对 突然就开 就想通这件事情之后 我那时候其实还不知道PPL 是我自己探索 自我发现 发现 可以喜欢女生 然后就开始去享受 喜欢女生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 然后我要发表 我也有这个过程 就是 我一开始 为什么会交这么多个男朋友 就是因为 我现在回头看 我会觉得 我根本就没有 足够喜欢人家 然后就跟人家在一起 然后但是其实根本不了解自己 然后 就发现会对女生有点兴趣 就觉得那个是不算是 喜欢女生 因为在我的脑袋里的那种很 典型的女女在一起也是TP 是不是 所以我就会没有办法觉得自己是喜欢女生的 因为 我其实很确定 我不喜欢提 好 所以我提都中枪了 谢谢 I'm sorry 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我是不知道你怎么认知到自己喜欢女生的事情 但是我是有一种不小心跨出一步 其实有点像是未开的门 你不小心把门打开 我就想说 那我脚踏出去看看好了 对 然后就一路走在里面 这个 这里面开始乱乱手 然后就开始感受 而且我那时候跟就是跟女生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很像那种 因为我以前看那个布莱德比特演的那个夜房吸血鬼 我就觉得自己很像吸血鬼 就是活在 另一个世界大家都不知道我有一个秘密身份的那种感觉 想太多了 太几句话了 重点是我那时候出去的时候我还在体验喜欢女生这件事情 这样讲起来有点荒谬 但就是去感受喜欢女生的感觉是什么 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喜欢女生爱打扮 或是大家喜欢女生香香的 也不能说T不香啦 但是我觉得香味不太一样 我常怀疑我可能是T耶 对 就会比较像你的味道 再偏不女生一点 没有那么甜 你还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可是甜味在他们身上完全不会有的 不知道耶 我后来发现我很喜欢看女生化妆 所以你有以前会看我化妆吗 有啊 我以前会看你化妆啊 所以以前才会看现在不会看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赶时间 而且那我时间本来就花得比你还要久 你每次都化超快 我真的不懂我化妆到你要化多久 我就是觉得你每次化完妆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在那每次要看着我 所以我后来压力就很大 我就不能欣赏你 我就只能跟着你同时 赶快把妆给化完 这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 OK 所以我现在没有看你化妆是因为这样 可是我后来觉得女生 像我 是最后擦口红 你应该也是最后擦口红 对 还蛮多女生最后擦口红 我觉得最后那个口红就是正点 化完之后女生就很满 因为觉得最后一部分 把口红收起来 卡一声 完妆 转过来就是给你一个很灿烂的笑容 稍微笑容 我觉得哦 正点 那你呢你呢 我觉得跟这样子的女生 就是跟自己性质类似的女生 你才会有一种 心灵完全可以交流的感受 因为你们在社会上的角色是有点类似的 像你们看的东西很多都是类型是差不多的 例如说 P跟一个P注意的事物一定是不一样的 男生跟女生注意的事情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就喜欢女生跟女生之间 注意的事情是一样的 然后你很容易可以建立起沟通的桥料 这是为什么你选PPL 但是你之前为什么可以接受男生 或者是你觉得男生有什么共通点吗 男生我觉得其实也蛮可爱就很单纯啊 然后 不懂女生好苦恼 然后对啊没有什么心机啊 然后 我发现男生有一个共通点是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 你会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只要你喜欢 那我OK 他会尽力帮你达成这种感觉 对 可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喜欢的 对 这点其实也蛮可爱的 然后我有遇过一个是 他以为你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下个月他又办了一堆差不多的东西给你 但其实 我有时候不是喜欢这个差不多东西 我就是只喜欢那一个 好假设有一只熊好了 他就是涂装的颜色是我喜欢 比如说黑金色好 是我喜欢的熊 他就以为我喜欢那个熊 他没有办法Gay到你喜欢的元素 到底是哪一个东西这种感觉 我喜欢是他综合在一起 而他 直男士的体贴我觉得蛮好笑 就是一个是他觉得你需要 但是其实你有时候拿到哭笑不得 但是你又知道那是他的贴心的时候 对对对他已经使出他最大的贴心去做个事情 你又不能说你这个白痴 你不知道这个跟这个差在哪里吗 你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个不是这个吗 你又不能这样讲 因为那是人家的贴心 所以你只能 好哦 所以你知道D卡上面有很多文章在说 怎么办 我男朋友买了一个什么包给我 可是我不喜欢 所以我还问他说 可不可以拿去专规换 就是这种故事你知道吗 对就如此类的 对 然后至于T的话 T就是完全交给你分享了 我觉得T的话很轻 在对外的时候 就比如说 带他去见我的朋友们的时候 对他来说是完全的外人的时候 他有一种很轻的形象 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轻 可是女生就比较不会 就是你可以表现落落大方一点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我不喜欢感情状态是很轻的 像我很独立 我独立是因为我觉得 我特地叫你从那边走过来拿这东西 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拿过去 可是他看到我拿 比如说很重的东西 他觉得从过来把他抢走 我懂那个感觉 然后他就觉得你 我就想拿不行吗 这方面我觉得有时候男生本来 还比较不会那样 因为男生就直线条就白掉 他根本也没注意到 男子媛姐他会觉得 你要我帮你拿 我一定会帮你拿 但你跟我说一下 那是什么 我遇到的男朋友也都会帮我拿 就硬要拿 比如说我以前要是背宝宝的时候 因为就是从各自家住门 一定要背包包 我跟你讲 我不喜欢男生背我的包包 我觉得你不要 你把你还给我 我要背我的包包 那就是我要背 这就是 这是我的 但是我会 我有一个很贱的地方 包包我背 里面这种东西放到你的包包里 你很贱 真的吗 你很贱 比如说里面有水 或是电脑 或者是Adapter 我就会塞到人家的包包里面 你很贱 好 反正我不喜欢就是 这一种过度的贴心 会让我觉得 too much 比如说你背包包 我是绝对从来不从你身上抢包包 永远都是你把包包拿给我 我才会背 你有发现吗 好像是 我背包包背有点久有点重 换你背 我才会背 但我从来不拿你的包包过来背 对 而且出门第一刻 永远是我先拿包包 我永远不拿包 你会发现我会有那种很开心 把我包包拿出来的感觉 你有发现吗 我不在乎 OK 我就是那种比较喜欢表 我对包还好 对 但是T就是比较轻 然后会太多的贴心 但是有时候太多的贴心 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有一些T在抱怨说什么 帮别人养老婆 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爽 怎么说 他们就觉得他现在对你好 是因为他觉得 如果我现在不对你好的话 你可能就已经不爱我了 他觉得他自己是有劣势的 跟男生比有劣势 跟女生比有劣势的 这种是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但是健康心理状态 是很有自信的 我觉得很OK 然后女生 女生就这样 我觉得女生很自在 我觉得女生就是很能够示弱 然后也可以独立 但表直除外 我觉得表直我不太行 你最后为什么会选PP 我觉得先讲男生跟女生好了 就是虽然我刚刚讲男生 有这些可爱的点 但我觉得这个是先天性的 不了解对方 以及在乎的事情跟观点就是 不一样的角度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觉得女生就是 喜欢那种在乎一样的事情 然后喜欢一样东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男生跟女生里面 我觉得我喜欢女生这种相处 很有默契 再从女生里面去细分 我不是说我打开PPL的世界大门之后 我就是喜欢女生很漂亮 就开始会 喜欢那种 把自己打扮漂亮的女生 我的话 男生跟PPL 我会选PPL 最后就是现在 未来到选PPL的原因 是因为 我很常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声音 在告诉我说 我跟男生都是 就是属于暂时性的 就是 我可以喜欢男生 也可以跟男生相处 可是就是 如果真的要长久的话 我会很深很深的声音告诉我说 我真的不确定 我能不能跟男生长久 然后 跟女生就是 反过来就是有 看得到未来的感觉 所以就会学女生 真的啊 你走得很前卫齁 但很多时候觉得就是 女生跟女生 就是会受到很多 排挤啊 歧视跟打压 反而有点 大家都觉得 如果我是异性烈的话 很多事情反而很简单 结果你却反过来 我在思考结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 如果我跟男生结婚 我一定会离婚 当我在想这件 多年前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的想象是 跟男生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会离婚 并且 我还会有一个小孩 真的 我的想象就是这样 那看来的话 答案也很明显啊 如果再重新选 你应该还是选PPL吧 不一定 我不能说得很肯定 因为 怎么了 干嘛 为什么要嘟嘟嘴 你继续说啊 我觉得其实重点在于 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的 生物体 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 他拥有女生的这种 注意的事情 都是女生所注意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并且他喜欢女生的话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很常喜欢上的男生 他是gay 他自己的事情跟女生差不多 我刚刚这样讲说 有啊 可能他也跟你一样 他也跟你一样喜欢男生 这样子吗 所以就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我要的条件是这样 可是其实是很难啊 但是我比较注重心灵的 所以我很大概率 就是会选女生 好啊 那今天假设就是遇到啦 你有这样一个男生 跟这样一个女生 你要选男生和女生 那要看他们跟我契合的程度 都很契合 那可能还要看外表 都很好看 都很好看 奇怪耶 这给你选 对啊 这很难耶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好伤心喔 我就说理性思考 真的是理性思考 我真的要哭了 不要哭啦 乖乖 我会哭了 我会选小狼 但你选男生的东西 不能跟他共用 对啊 这样我就要花很多钱 对 那我当然是选女生啊 蛤 好勉强喔 没有了没有了 我不要相信你了 反正你就是个渣女 不要这样讲话 乖乖不要这样子 砸到骨子里 我刚刚我重新再讲一次 我选女生啊 这样 超懒的 他才不会帮你剪咧 你怎么不帮我剪啊 啊你咧 给你选啊 可能还是选女生吧 但会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因为你知道吗 你在一起前跟在一起后 形象差太多了 真的吗 在一起前我觉得你非常精明干练 然后 就是长得比较爱的姐 就是什么事情都会 什么事情都懂 然后做事情又很俐落 是不是完全相同 就是一个 只剩下会上班赚钱的啦 生活 就是生活白痴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因为你没有跟我生活啊 就是你跟我认识的时候 你没有跟我生活 你就看到我在外面的时候啊 对 在外面很熟练 是因为在外面 你都还是得做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还是会熟练的啊 对 所以 所以 我考虑要不要跟你结婚 但我可能还是选 PPL 好 直播影片拍完之后 感情破裂了 感情破裂了 感情录底破裂 我们没有配对成功耶 我会请一个和好吧 我考虑 你刚刚不是很凶吗 没有啊 不是啊会这样吗 没有 没有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下分享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 更猎奇的 交往对象类型 那个类型都可以再跟我们分享 或是你们讨论完这些议题之后 决定超不到分手 也可以分享 哈哈哈哈 哈哈 那就这样吧 希望说拜拜 快点清一个和好啦